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1月22日 列斯联有力击退纽卡素 升旗周六深夜 应超激战连场 其中列斯联将在主场 迎来纽卡素的挑战 列斯联上将力错位斯咸重返胜轨 球员士气大震 反观纽卡素已经连续多将各项赛时 未尝胜职兼且已输球居多 有见及此 今仗当然体好有主场之利的列斯联 成勇在下一城 列斯联联赛至今整体表现实属一般 前20轮联赛过后 他们只录得5胜7和8负的平庸战绩 暂时有22分排在职分榜中下游位置 幸好列斯联现在 还是比降班区球队高出不少分数 所以他们现时的压力 纵环未算太大 虽然之前惨遭一波联赛三连败的打击 但列斯联并未继续沉淪 他们近期接连击败搬尼 和韦斯咸 拿到联赛两年胜 期间军场攻入三个波那么多 可见球队火力仍是足以令人放心 攻击手职夏里迅 金匠表现尤位值得关注 皆因他连续二轮联赛有点斩获 而且上轮面对韦斯咸时 更加上演了母子气法 其状态之佳就可见一班 相信即夏里迅 金匠能比纽卡素后防线斯加巨大压力 另外 列斯联近期联赛主场具备一定战斗力 他们最近七轮联赛 主场仅输一场 而且对手重要是竞女亚仙奴 其余三胜三和 可见金匠主场出击能比列斯联 增添不少增胜本钱 在阵容方面 中场卡文菲列斯 同后为利安谷巴等人因伤缺陣 另一边伤 纽卡素今季表现可为令人惨不忍睹 踢完二十轮联赛 他们只拿到可怜的一场胜利 其余九和十负 球队现在仅有十二分 排在即分榜没留 需要为互级而战 一众球员定必备受压力 惨淡的防守演出 显然是影响纽卡素战绩的罪魁和首 要知道 他们联赛至今军场失球数 多达2.15个 是英超当中防守表现最差的队伍 球队落得如此田地 的确是在情理之中 而在最近六仗各项赛事当中 纽卡素一胜难球之余 还要输足四场 期间更加有三场没入过球 近六仗各项赛 是球数得失比为三比十四 明显是入不呼之 球队战斗力之弱 可谓路人皆知 更为惨情的是 纽卡素前九轮联赛作客战绩 只为三和六负 作客负率超过六成五 是名副其实的作客重 这样的情况 纽卡素今次出征 恐怕凶多吉少 在阵容方面 前锋哥林威尔信 同后卫费特力高费南迪斯等人 因伤无份出战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接下来